好了,那么这个教学中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发射器的类型 那么这里面点击主工具栏中的发射器的按钮 会弹出一系列的发射器的项目 其中呢,前六项是基本的发射器 圆形、方形、球形、线形、三角和曲线 我们依次来看,我们要点击创建发射器 只要点击相应的项目 那么观察在视图中 在世界坐标的原点上 就会出现一个发射器的标志 那么我们按下Simulate模拟 就可以看到粒子从发射器上发射出来 这就是创建发射器的方法 但是发射器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移动工具 确定好合适的轴向 将鼠标放在轴向的这个轴上面变黄色 可以对发射器的位置进行调节 也可以对发射器的这个旋转角度进行调节 我们把鼠标放在某一个轴上面 使用旋转图标 按住鼠标 可以将它的旋转角度进行调节 包括呢 我们还可以对它的缩放进行调节 比如说我让它的半径变小一些 X轴的 Y轴的 都可以进行变大变小的缩放 OK 那么继续点击simulate 粒子还是会从发射器上发射出来 OK 那么这个就是标准发射器 最常用的一个圆形 那么我们现在呢 接着给大家来说这个圆形发射器 那圆形发射器呢 在下面有个专门的Circle的卷转栏 在这个卷转栏提供了这个发射器专用的一些属性项目 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其他的视频中已经给大家略做讲解啊 比如说这个体积发射 直接出现一部分体积的粒子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的发射速度可以做动化 当然也可以直接赋予一个合适的值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粒子也就出来了 这两个呢 是水平和数值方向的随机值 可以让水显得乱一些 而这个项目呢 是它特有的 就是可以让它中间有个环 在这个环的内部发射 最后呢 是从侧面发射 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 OK 这是圆形发射器 我们将它删除 它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发射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方形发射器 方形发射器 所有的上面的node的节点项目 基本上与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关键就是它下面这个位置 大家看实际也没有区别 主要呢 就是它的外形与圆形有区别 这是一个方形的发射器 点击simulate 也有粒子从上面发射出来 OK reset 删除掉 接着往下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球形发射器 球形发射器发射的这个外形 它是一个球体 我们点击simulate 可以看到 粒子从球向外发射 那么 reset之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专用参数 实际呢 4B的项目和 这个 上面我们说过的两个发射器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randomness 我们把它呢 给一个3 然后我们再来simulate模拟 大家看这一次这个球体发射的粒子呢 就比较紊乱一些 实际这就类似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发射器里面的这个 V向的随机和H向的随机 有水值 水平数值方案的随机 那么 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值 就是天冲球 你可以点击这个fillsphere 让它直接就天冲上来 这样的话 这个粒子就天冲满了这个球 这是一个它特有的项目 OK 我们将球形发射器删除 我们再来看一下线性发射器 线性发射器呢 它跟其他的发射器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发射的这个原始的物体是一条线 那我们现在可以将线放长一些 我们将scalex给到3 大家看这根线就变长了 那么现在点击simulate 就可以看到粒子是从这根线上 向下发射了 那么在底部 它也照明有它自己的控制项目 比如说线的高度 我们可以给它个3 这是一个暗体机发射 长度给个0 那就没有长度了 给个1 OK 就决定它的长宽 那么speed就是它发射的速度 两个方向随机 这都跟以前一样 没什么区别 OK 这是它的长宽 好了 那么我们将它进行删除 再创建一个triangle triangle呢 与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发射的外形 变成了一个三角形 OK 删除掉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就是曲线发射器 这种发射器很有意思 看着很复杂 实际大家不要被它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可以点击 这个曲线发射器 创建完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 它实际只有三个环连了一根线 每个环的中心有三个点 我们现在进入前视图 然后选择当前的发射器 在这个里面 点击edit按钮 可以看到默认的某一个点 就以这个绿色的方块显示 我们使用移动工具 把鼠标放在它旁边的这个轴上面 可以对曲线进行弯曲的调节 想调节哪个点 点一下让它变成绿色 然后再来进行调节 那么这样的话 调节完了外形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曲线的发射的这个形状进行控制了 我们resite一下 然后将edit关闭 再次点击simulate 大家看到这回就是从一根曲线上发射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曲线发射 它实际可以替换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line 线性发射都可以 那么关于曲线发射 这个发射器上面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数值 比如说这个曲线 下面这个spline里面 它的发射速度啊 随机啊 包括它的这个呃 边际这个控制点呢 包括控制点底下的这个锁引号半径 还有它的漩涡啊等等等等旋转 这些都可以来调节 也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光想象成是一根曲线发射器 它实际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 可以自定义外形的发射器 OK 那么关于发射器类型里面 比较这个基础的六个发射器的类型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